在台北,台灣,在台北地下街的第十二號廣場 目前正在舉辦的是我們在台灣的卡蒂莉的音樂節 由中央國歌電台以及在台灣的這個迪光新住民 還有外籍人士服務官員協會NYC 共同舉辦的在台灣的卡蒂莉的音樂節 而且來自於很多的藝人 還有在台灣的藝官委員也好,藝人們也好 都來到現場了 那我們一起來欣賞他們的表演吧 中央廣播電台於4月21號下午1點鐘 在台北地下街十二號廣場 與中華民國外籍人士服務官員協會 共同盛大的舉辦 2024年央廣印尼語聽友會 台灣卡蒂莉音樂節活動 現場融入了近千位的粉絲共享盛舉 活動由震撼的印尼Nusantara Jipon 傳統舞蹈揭開序幕 接著由現場的貴賓賴修如董事長 張瑞昌總台長 周林杰理事長羅美琳立法委員 Mises Dwee Sugi Wahyuni夫人 同晚真議員一同卸下江黃飯 向印尼女英雄卡蒂莉致敬 表演由Mila Boutique帶來華麗的時尚印尼創新 傳統服飾Empatic Show 歌手便有來自於印尼當地知名的歌手 Kiki Asiska 林軍搭配在台灣流行音樂圈 發展的女藝人 這個結論是對我們 特別是印尼的女生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日子 所以就讓我們提醒 就是我們歧視 什麼事情都可以做 如果有很多貨品 可以做到 我們可以做過的 我們可以做這間舞蹈 做這間舞蹈 整理與燈吉利 我們能夠做到 見到加卡拉 見到鑽金 還有影音樂圈 還有影音樂圈 這間舞蹈很快 還有一些影音樂圈 我會做英國的影音樂圈 今天Cartini Day 是我們自我反省的時候 希望鼓勵你的女性朋友能够独立 自我提升为国家社会做出贡献